好 磁力線是一個光滑封閉的曲線 光滑封閉 為什麼會封閉 為什麼會封閉 因為 為什麼會封閉 因為沒有磁單極 一定有個N 一定有個S 所以外面會N到S 裡面會S到N 所以它一定會封閉 所以它一定會封閉 所以剛剛講過磁單極有用 這邊 所以因為沒有磁單極 所以磁力線一定會封閉 好 磁力線不會相交 不會有兩條相交 為什麼不會有兩條相交 因為磁力線的切線方向就是 磁場方向 就是瘦力方向 它只會瘦一個力啊 所以只有一個方向啊 不會有兩條線 兩個切線啊 有兩條力也會變成合力啊 它只會磁到一個方向 所以它不會相交 所以它不會相交 所以要曉得磁力線是一個光滑封閉的曲線 比起之間不會相交 磁力線在磁體的外面是N到S 裡面是S到N 裡面是S到N OK 磁力線的密集程度代表所謂的磁場的強弱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代表磁場方向 好 我們考試的時候 我們講義上 考卷上 我們的磁力線都是平的 可是磁力線實際上是立體的 它不一樣 它是立體的 四周都有的 全部都有的 一坨的 那只是因為我們考卷只能畫成平面而已 所以你畫的時候都是畫一個平面而已 但是它是立體 它只是立體 它是立體的 四周都有的 這是我們做的實驗 就是去撒那個鐵粉 然後會形成一個紋路 然後就出現我們的磁力線 所以我們就撒一撒鐵粉 然後呢 就出現了磁力線的紋路 磁力線的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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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做的實驗 然後改成馬蹄形 改成馬蹄形呢 也是一樣 灑一灑 然後就會出現一個紋路 這是我們做的實驗 實驗包讓你去描繪它的圖形嘛 對不對 好 那基本上 你只要知道就可以了 不用正確的畫出來 非常多年以前 有學員問我說 老師會不會考畫直立線 我跟他說應該不會 結果當然就考了 你好可能 當然就考了 但是問題是 接近三十年來 也只考過那一次而已 要你畫磁力線的樣子 所以不用管它 不用管 但是有一件事要注意 注意它那個湘西跟湘式的地方 湘西跟湘式 湘西怎麼回事 黏在一起 有沒有 湘是怎麼回事 分開的 這件事重要 這件事會考 要注意 如果我是湘西的 我的磁力線是相連的 如果我是湘西的 我的磁力線是分開的 這件事後面要用 所以你要記好 它的形狀上 好 我 形狀這個要 相圓相分開的 這件事要記好 要記好 OK 好 OK 這邊就是一個動畫了 沒有 就是棒狀磁鐵啦 馬蹄形磁鐵啦 然後兩個是相似的啊 兩個是相吸的啊 然後呢 這個排斥的啊 分開啦 吸引的就相連 就這樣子 這個很簡單 沒有什麼 好酷喔 來 最後問兩個問題 我撒鐵粉 出現紋路 表達磁場 請問你 從這個鐵粉排的樣子 你可以看出磁力的什麼 磁力線 可以看出大小嗎 不行 可以看出方向嗎 不行 可以 然後呢 我可以看出什麼 停車站接問 我可以看到什麼 Number 14號 不行 不行 我看到什麼 不行 不行 大小跟方向 請坐 我可以看到 形狀跟大小 怎麼知道大小 鐵粉比較密 表示磁力比較強 鐵粉比較鬆 磁力比較弱 為什麼沒有方向 因為鐵粉沒有NG跟SG 鐵粉沒有NG跟SG 你不知道哪邊指哪邊 不行 可是如果我改成 放時針呢 可以啦 我放時針我可以看到什麼 我放時針我會看到什麼 只有放下 我可以看到什麼 來 帥哥 有帥哥嗎 找不到大帥哥 大帥哥叫 這個人不在了 27 放下 只有放下嗎 對 說對 請坐 你一個一個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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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地方擺 你就會描出它的形狀 然後你可以看 池針偏長的狀況 可以知道它的大小 然後看NG跟SG 就會知道它的方向 所以你可以看出 形狀大小跟方向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這些事情 這就是有關於磁力線 請你把磁力線的性質給我記好 光滑封閉的曲線 彼此之間不會相交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就是 磁場方向 就是N級受力方向 N級指示的方向 磁力線的疏必才能代表 它的磁場的強弱 把這些事情給我記好 後面很多都要用到 OK